大家好,10月25日在松范有四组试集,和大家看一下第一组 第一组,草地1000米,1分00秒50时间偏慢,最高分是71分的PP 加州前程,傾文仔应该是中距尼玛,仍有52分非常好处 排二档,三档是羊羊大道,小子未出过赛的3岁PPG 智勇财星52分的PPG,例如incanto仔排在四档,还有红砖勇士排在五档,评分不算很有优势,artichilla的仔 这个是羊羊大道,是加州前程,资勇财星入了集,羊羊大道和红砖勇士 又是要看他表演,这就是羊羊大道,G步马 还有学者红砖勇士,等着他入集,这组集是三分零五秒,就是入集有一半时间 10月25日,今早星期一的早上,继续有重发的试证安排 第一组是1000米的直路,有五只马试 开门的时候,五只马的速度都算差不多,没什么特别慢 看前面,贴栏最快是加州前程,黄衫蓝帽 跟前望空第二是红色衫蓝帽的羊羊大道 最近镜头是紫色白色格制衣服,那只叫智勇才星 电脑一对是红尊勇士,中档,贴栏是盈友 五只马都入了镜头,过了600米段柱 前面,加州前程就带着羊羊大道两只马走 中路继续是智勇才星,来栏第四只尾尔就是盈友 包了未开始都搖,给两部就是红尊勇士 最后二三百米左右,中档透出了羊羊大道 来栏的加州前程都开始大力,认真骑就不太多 相反,那只盈友好像不同班,给两部已经过了其他马 中路位置是智勇才星,红尊勇士都追上来 结果过终点,埋面的盈友反应最好,结果他赢了 第二是羊羊大道,第三是红尊勇士过终点,他过了 第四是智勇才星,包尾就是内南的加州前程 这组马很有趣,最熟悉是这只,但在香港还没出过 反而这两匹马仍有和红尊勇士可以做BENCHMARK 看起来差不多 做BENCHMARK的意思是,起码这两匹马四班都应该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只羊羊大道,刺青才星和加州前程都不给评分 两匹马慢时间都不多 这只捉到十一实的羊羊大道 我稍后再决定给几分 仍有,记住,不是一笔前置马 是一笔中距离的后追马,千四打上的 在四班好着数应该有马赢的 一松就弹上来了,给不到9分水准 但是8.75点都要有 这只羊羊大道也捉到十一实的,这只羊羊大道 这只羊羊的速度挺大,但身仍然圆一点 布还没有很开,但有基本速度 所以给8.75点 这只羊羊羊大道,长江城都要走 一望空了,全程跟着人,这只羊羊大道 一望空了之后就飙上来了 所以这三只都是给8.75点 这两只马完全未够水准 但这三匹马仍有市得最好 给不到9分水准的时间慢 鱼羊羊大道也不强 但起码快慢游人 三匹马,这三匹马都给8.75 红尊勇士评分没有优势 Fit也没有用,最多是拖脚 羊羊大道,留意的进度 这只马应该挺有速度,挺有用 看看之后会不会再试货泥杂 仍有轻松,没有试给你看 所以一松下去就飙上来了 在四班应该有马赢的 好了,看完第一组集,看第二组吧 第2组集,59秒92,快半秒以上 无可估计50分 最高分3只52分马 狼千岁,风继续吹,家应复升 还有伊贝,伊贝也跑过,没得过 无可估计够快,但断得也很快 像一只请养老 狼千岁,Rubic的儿子 Rubic的种子 通常是组织大小小小会好一点 看看这只马什么样 风继续吹是shooting to win 三岁仔,通常要四岁才行 这个种子 家应复升,Soulstar仔 没出过赛52分PPG 看看会不会之后跑来地好一点 马上来到第2组试集 继续得1000米的草地 5只马出事的,全部都是四班马 起步的时候 三档的伊贝就零零射射自己慢了 另外4档的家应复升 出集都不是那么顺,跳了几步 不过跑回顺一点,马就走回来 看看前面才是一对马的速度最快 铁蓝叫狼千岁 深绿色衣服 中路位置是风继续吹粉红色衣服 淺蓝衣服 家应复升 刚才起步跳一跳 第4最近颈的黑衣服 叫无可估计 自己的包尾落后了三个马位 就是伊贝 接合点差不多跑了一半 无可估计透出了 内蓝狼千岁 中路按着风继续吹 伊贝上来的尾四位置 相反家应复升 接近终点 结果无可估计 一直摇着摇着 都仍然有个优势 内蓝大力推骑狼千岁 伊贝是第三 第四 接着过终点 风继续吹 远远落后 家应复升 结果过终点 狼千岁又骑上来 结果他过回那只无可估计 他赢了 无可估计 顶着第二 第三 伊贝 第四 风继续吹 包尾落后得比较远 就是家应复升 我想我回不回头说 有几件事要说 千岁山加英服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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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意思 刚才按急 手残了些 起步 几个马都很生 但特别留意下 这只风继续吹 好像很生 很急 拉得固 他力量不够 但很肯走 很想走 我想他之后加上 还不错 生 不够 8.5 我想不給評分就算了 這三隻狼仙碎都幾大隻 熟的但力量不夠 8.5 無可估計 你熟少少的馬 8.5 魚細不多 衣貝輕鬆追上來 又是8.5 這三隻8.5 風繼續吹不給評分 這隻更加不給評分 這三隻馬 這三隻馬 這隻有騎 這隻無可估計有騎 鬆著鬆著讓他走 衣背 身上的頸 借頸力不夠力 三隻馬都不夠力 時間雖然比剛才那組 這三隻馬都8.5 這隻留意進度 4歲會好些 給時間適應 很明顯急和生的動作 家應復星可能要時間 3歲 和SOSA這種方法 在香港很難做 最厲害都是那隻 什麼 還不記得什麼名字 合衝共濟 只有那個好少少 只有三班 鳥來的 所以 看看會不會有些突破 特別留意一下剛才說過的風吉玉吹的進度 看完兩組集看看第三組 第三組是1分00秒55 最慢的這組 最高分是52分的闖一 希斯馬房的Modern Ready 威榮50分 現在開上去的這組 不是,這是闖一 生生福運31分 跑九次輸的PPG 愛爾蘭的馬來的 電子寶貝 曾經肯追一段仔 經常都野飛的28分馬 領航大帝說了很久 特別留意這匹馬 但真的好像是否要跑長一點 還是完全不適應香港 我的老朋友經常說 留意這隻領航大帝登丟仔 但來到香港之後 跑七次近而沒有威脅 不過現在下了五班 四十分 應該開始要拖腳了 鬥志好鮮明的馬 馬主 威榮 Cisling的兒子 應該要跑長一點 但始終這個馬房搞PPG 都慢一點 現在開上去是電子寶貝 慢時間的 接著來到第三組試集 繼續得一千米的草地 都是五隻馬試 原先有隻生生盛盛 結果他沒有到場試 好 開閘的時候 看到五檔的廠一 都跳了幾步 另外中路位置的電子寶貝 都不太快 跑了八多米左右 前面領航大帝 中路出來了淺藍色衣 內蘭就是威榮 白衣紅袖的馬 中路幾隻馬都有一些緊迫 有些搶口是電子寶貝 綠色衣粉紅袖 就是生生福運 最近鏡這隻馬的坐衣 相當容易形 都是資深馬主的坐衣 叫闖一 希斯的馬 過了一半 接合點都見到 前面威榮透出了半個馬位 中路位置領航大帝 一路大力推騎 打了兩邊 就是電子寶貝 最近鏡的闖一 反而按住 都頗輕鬆 自己回到後 生生福運 就是長途馬 最後200位 闖一率先透出了 不過電子寶貝都越迫越近 耐爛領航大帝和威榮 就按住 結果過終點 電子寶貝臨近終點 過了闖一 他就贏了 闖一第二 第三是領航大帝 第四是貼爛的威榮 過終點又跑上來 那隻生生福運 這組集又是很低水準 萬時間都要騎 電子寶貝8.5 其實闖一初起8.5 領航大帝 8.5 威榮 按住的8.5 生生福運 自己追上來 但是 比8.5都沒用 都不會建議拖腳 大長途馬 應該 嘩試得很頑 這部集 所以不再看一次 免得大家看到嘔 好了 看完了三組 看看第四組 就是800米集 48秒32 慢時間 一號碼 鄉村之寶 Holocrown 兒子 三歲兒子 他 試成怎樣 我挺喜歡這個種 無敵精英 Midic Elite 又是無敵會 醫生那班人 又是蘇布羅馬房 Sacinto 安道 52分 PPG Excel 下線 By Holded Tiger 美國總 好了 智友盈 Artichilla 52分 PPG Salutation 敬華 在香港跑過一次 全組馬 只有他跑過 但那場 跑得一般 51分 八面通 Sebring 下線 Don't Say Hello 濕地 泥地 蘇布羅馬房 八面威風團體 都沒什麼特別的事要說 都是生歐歐的 而且時間慢 看看他們試成怎樣 繼續來到第四組試集 試這個八百米的短圖 這一組就有五隻 都是今年的G部馬 看看他們試成怎樣 好 開閘的時候 看到三檔的安道 就慢了少少 另外四檔的智友盈 就很慢 接著那隻八面通 馬灰彩衣的馬 他都出閘很隆盡 跑了百多米左右 前面三隻馬都透出了 內蘭馬灰彩衣 叫做無敵精英 中檔位置都夾住 那隻最近的我們就是 敬華 另外紅色衣服叫安道 內蘭第四 就是香川之寶 尾伊 位置就是自由營 包尾叫做白面通 跑了一半 敬華 唯一的D部馬 都好像熟練一些 走掉了兩個多馬位 內蘭上來 上來就是香川之寶 中檔第三 就是無敵精英 拍住 那隻就是安道 尾伊 位置繼續都是自由營 遙遙居後 就八面通 接近終點的競劃 都好像有些進步 輕鬆彈來 兩三個馬位試襲 就贏得到 第二 內蘭的香川之寶 中檔第三 就是無敵精英 後面就安道 自由營 順利過終點 第六 就是八面通 這組不浪費時間 競劃八點七五 勉強比 不夠贏 不夠爭 但這組勉強比八點七五 特別留意這隻香川之寶 全程惡高 惡高的頭一望地下 很生 力水未夠 很肯定未夠 但這隻HoloCrown的仔 我都說特別喜歡這個 而且這班人通常買得好東西 特別留意這隻馬會 可能有些用 這隻無敵精精 不知道為什麼PPG 未有評分 52分 應該自動的 紐西蘭半球 要平 真的拗頭 這個馬會做事 特別留意一下 香川之寶 未夠的 但可能好東西來的 在這裏再說一次 我之前兩萬人的Facebook群 被人封了 所以要開始過另一個新的地方 名字沒變 馬記仙菜馬心得分享及交流區 去Facebook找我 再聊聊天 我的馬記仙戶口也被封了 禁延30天 所以 看到我的頭像 那個就是我來 好嗎? 拜拜